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晚如是我聞 就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單人講述 有啊,蕭公子 你是不是悶了? 又有啊 眾稱共召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個人講,經常都斷 不是啊 斷在某個地方 雖然講的題目比較低,但也有人聽 當然 今天講的題目 跟呂王還債 為什麼呢? 因為呂王之前答應御師 我問你很多宗教問題 有些人問你 你要埋單 呂王在忙 正在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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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就回來 就要還債 先講 宗教裏面引致的問題 當然要請蕭公子一起聊 有關我自己 你是無宗教 我是研究宗教 他又講佛教 講什麼呢? 都有一個共通點 這個呢 就講 就是夠熟問題 夠熟 夠熟 夠熟的前提 什麼呢? 夠熟 夠熟有什麼前提 你先講 前提就是你 你修了東西 你也就是與生俱來 你修了東西 即是欠債還錢 沒錯 或者是你後期修了 所以你就要 那些什麼呢? 不同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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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教 很清楚 他一定要有一個 叫做先 原罪 是原罪 一定要有的 沒有原罪 怎麼夠熟呢? 就是耶穌羅尼丁十字架 為什麼呢? 解不通 現在又一通 就救了你 耶穌教 就是原罪概念 原罪一定有的 那佛教 有沒有原罪呢? 佛教 有沒有原罪呢? 佛教 是經常講 有和沒有之間 有一個因果而報 不是原本有罪 沒錯 首先就是沒有人 決定你有沒有罪 你覺得有就有 你覺得沒有就沒有 佛教那些人是多麼圓的 是不是? 就是了 就是說你現在 所感受到的 這個所謂的世界 你見到的東西 你經歷著的東西 那 那 Supposedly 是因果構成的 是 因果一個概念 其實你可以一念之間衝破的 是 你衝不衝破 衝不衝破 就賭 不用這樣 欠了就不用還 不是他不是 可以不還的 可以的 他自然還 我都知道 這個很有趣的是什麼呢? 就是佛教要看他 是哪一個派系的看法 如果是原始佛教 即我們說南傳 即是東南亞那邊 泰國那邊 即是黃心那種 是的 他們的角度就是 即是小誠 是的 小誠沒錯 就說其實呢 好像佛陀成了佛之後 《釋迦牟尼佛》 他都會腳痛的 這個腳痛呢 就是因為他過去世的某一個因 所以他即使成了佛 都還有一個火爆的 是的 就令到大家很害怕 千萬不要 因為原來你走不掉的 原來你一定要還的 但是呢 大誠的看法 其實呢 是一場show來的 即是《釋迦牟尼佛》給你看 他有這樣的 但其實他不再受這件事的束縛 即是舉例 小學生 先生跟你說 你只可以用這個原筆寫功課 你不可以用原子筆 因為原子筆是大人用的 我們今時今日還會不會說 我們只可以用原筆呢 不會 即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衝破了 先生所說的那套 兼顧就是我們的年紀已經不守規範 再兼顧就是說 其實我原筆和原子筆不是一樣 即是我寫錯就是寫錯 但是那個規範只不過是apply to 我們那時候作為小學生 所以到底這個因果的規範 是不是apply to普通的眾生 還是已經成了佛都眾受規範呢 這個是不同的派系的看法 即是六道輪迴裏面 六道都有欠債還錢 不只是人 也不只是天人 也不只是佛 什麼事情 就算你現在下了地獄 或者甚至乎你惡鬼道 都可能 不是可能 直接 直接又要還錢 是啊 你以前做過的事情 那些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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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賺錢 你要賺錢 那些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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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金的,你越來越金的 沒有人計算 沒有的,總是滾雪球 還有你因果還自滅 無論隔多少生世,我們不說是一世兩世 是說千萬億世 都在的,我舉一個例子 佛教講的概念,一撒那是佛教概念 一劫是佛教概念 那個劫不是桃花劫,一個時間的空間 一個時間,最長的叫柯爭騎劫 柯爭騎劫,現在我們在這個劫 不是最長的單位,第二長的單位叫劫 這個劫裡面有1000個佛會出生 我問大家,有沒有聽過頭三個佛?沒有 為什麼沒有?因為已經太久了 我們現在只不過是第四個佛 接下來還有996個 今天還出生? 還未出生,但是你又覺得 那不是很快呢?下年還要出生呢? 其實由釋迦華利佛走了,到下一個佛呢 即是微勒佛出生,中間是未來佛 第五個,第四到第五個 中間有46億7千萬年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劫裡面,第四到第五個 這個劫只不過是第二長的單位 還未是去到最長的單位 但是, it doesn't matter 原來你只要欠了,你就要還 我不管你躲起來了多久 你躲去哪裡 輪迴了都要還 輪迴多少萬次都沒有用 幾多億次都沒有用 那會不會輪迴了之後 還了就一不休消呢? Supposedly,我們有個說法 就說,歡喜作,就甘願受的 即是今時今日我做得這麼開心 那你將來要還的時候 那你就笑著還了 還了就會不會再keep the record 這個就是個心態 即是如果你是,譬如有一個人走過來 兜巴升了你一夜 如果你是有很清晰的還債概念的 你就覺得,好,我甘願還了嗎? 我甘願還,我不再起親恨心 我不再爭你,我不再覺得我頂你 你幹嘛走去蓋我? 即是本來一定有原因的 是的,我就覺得 我好地地,我還給你 那你那一刻,你就止於那個moment 那件事就完了 那就還了 但通常不是的 通常就是你走過來爛我 我就立家山動你 那一條氣不信又起了另一個因果 那又開始一個新的cycle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到底這個是因還是果呢? 其實at the same time 有不有是果 果的產生同時 你決定你要不要產生一個新的因下去 你要不要overlap? 你不要的那你就停了 難的 那就是說,如果這樣下去呢 生生世世的因果一定會循環地生出來的 那之後就越多了 不會變少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說 如果你有一刻的頓悟 你就可以break 了一個cycle 你break 了一個chain 這個and again,我又說回頭 記得剛才說過嗎? 這個很難度 是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break 還break 小成的概念就是 你break 了你還是要守 是的 就是它還是會發生 只不過它發生的時候 你覺不覺得你受影響 就是發生的時候你痛不痛 譬如說 譬如佛陀 他最尾 立刻牟利佛 我說過佛陀 他最尾是因為 人家供的食物給他 裡面是壞了有毒 所以他離世的 就是示現裂盤 那到底 他是真的因為他欠了這個人 所以那個人來毒死他 還是不是呢? 到底他是一套戲 他是演出給你看 就是必定要經歷生老病死 還是他真的是subject to 這個影響 這個就是不同的中派 不同的看法 我就覺得 到頭來佛陀 都要脫離不了這個輪迴 脫離不了這個因果循環 這個真理 沒得談的了 這個 因為最總 這個 有得咬 這個 這麼多中炮 就在咬 因為有一句很清晰 就是說 什麼情況 哎呦 真的暈 不好意思 扔到暈 看著你斬眼 然後大眼 這個是來土債的 是啊 真的 真的是來土債的 好 講完 就是 我們怎麼會說 這個因果是在輪迴當中的 OK 那在什麼情況之下 就沒有了輪迴呢 就是 當你正得列盤 就沒有輪迴 有列盤就沒有輪迴 那什麼叫列盤 什麼叫輪迴呢 又是不同的中派 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說 其實是一個地方來的 但是 列盤和輪迴是兩個地方 但是呢 我比較傾向於這個看法 就是其實跟地方無關 是一念的無名 和一念的分別 就是你明了之後 它就不再擔心你 就是你想通了之後 你之前一直卡住那件事 它就不再有power over你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你 你當你累積足夠的資質 你累積足夠的資源 你去到那個moment 它就有一個爆破 就是一個突破 就是打遊戲的人就明白了 你儲夠分數 你就可以升級 就是這樣 當你升了那一級之後 之前那一級的流羅 妖魔鬼怪 那些是沒有辦法再打 一定已經過了 那其實因果 是不是就是上一級的流羅呢 當你還在輪迴裏面 這些流羅生生細細的追著你 但是原來你過了那一級之後 就沒有了 是不是真的這樣 兩位怎麼看 夜教就不是這樣看的 夜教怎麼看 夜教是很單向的 上帝全能的 總之他一原諒你就沒事了 有人熟得罪就可以了 他熟得罪的概念很不同 但是你也知道 因為佛教最早沒有佛陀之前 就是婆羅門教 是婆羅門教的一個反動出來的 婆羅門教一樣有輪迴 不過是三道 三道輪迴裏面一樣是因果 但是最重要 因果不是人自己決定 是那個凡天決定 佛祖敬來這件事 不是很正確 是 不得正確 其實任何東西 不是那個凡天說的 是你自己說的 是你自己作的業 這個業就不是業子的業 這個業就是業報的業 就是事業的業 是 這個業 你自己作的業 還有一件事 就是重結的 重難的 一會兒找女王講一講 這個叫共業 是 這個比較重困 看新聞就明白了 重困業 為什麼呢 不只是你一個人 做出的業 引致到後面 很多東西要上還 要救贖 還有呢 這個地區 這個歷史 或者這群人 大致到你的一個家庭 或者一個地區 一個香港 或者一個中國 或者甚至乎這個世界 都是創造的 他自己也做了一個工業 因為工業後面要計算 有數計 不只是個人的業者計算 所以這個比較困擾 以前是梵天說了事 最後決定了你去哪裡 但是佛祖說不是 你要自己做 所以我 如果 按照這個歷史的說法 我相信佛祖自己本身的腳痛 都是前面有因的 是 不會前面沒有戲做的 不能夠演戲 直接就是 不練戲 一定要償還 一定要 這條數 沒有得變的 這條數 清清楚楚 這個 是沒有討論的 就是說 佛祖腳痛 是沒有討論的 就是說 他之前做的 因 所以構成 現在有過 但是 能夠討論的地方 就是說 他受不受這個影響 他覺不覺得痛 他受不受困擾 他受不受這個 的滋擾 例如有些人 就是 他失戀要生要死 但是有些人 他是 當解脫 他當解脫 太好了 終於散到了 分別就是這樣 有些人說 可能對他來說 五元 等於 五百萬 那麼多 因為他真的很窮 他很無資源 有些人 五百萬 都當散子 就是 你的程度 你的高度 你的看法 這件事情 所以說 爭論就是爭論 他受不受影響 那些事情 你見到 有趣的地方 就是婆羅門教 到今時今日 即印度教 仍是認為 是有最高主宰 大部份的宗教 三個 三個 就是 梵天 降級 變成被濕怒 和濕婆 加上梵天 三個神 即是 現在新的 蓬佩奧 轉化了 做印度教之後 但是 現在我們 因為他們中間開大片 這個我們可以再拋下去 將來我再談 不止開大片 直接 很大的reform 尤其是 這個 濕婆 她不只是創造神 她還是 Destroy 不是 她不是創造 創造是 梵天 梵天 還是Destroy的神 哇 這個 真是 又 又很過癮的問題 為什麼呢 Destroy應該不是神來的 即是破壞 這是鬼 魔鬼 但是她不是鬼 她是神 Destroy是神 那你看看 Destroy是什麼 如果她的說法 就是Destroy是 人的傲慢 人的Ego 即是她說Destroy這件事 嗯 Destroy 就是她 你看到 那個 濕婆 那個形象 在那個 印度那些佛的形象 她是火圈裡面跳舞 跳舞的 是那個 火圈裡面跳舞 它是 它本身 火本身 有很大的意思 亦是 亦是生生不息 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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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全能的他決定是否卸臉你的 你們理解印度教卸臉的概念 就是你有四個總聖 總之這一生人就無法超脫你的總聖 你無法跨總聖結婚 如果你跨總聖結婚 你會被家族唾棄 你會被接納 但如果你這一生人 你能夠安於你的身份 做好你的本分 根據婆羅門教 你死的時候 梵天就會說乖了 給你升聶 即是不用課金 又不是一定 梵天決定 看他的心情很害怕 不是一定的 爺教是怎樣 爺教也是有救贖的概念 有 但是是被騎劫的 次官最記得中世紀的宗教改革 所為何事 上高聚捐 勞得那麼緊要 要參與宗教革命 屬聚捐那一下 因為介乎上帝和人中間 多了一件事的祭司 教會 教會 問題就是 如果耶穌膠帶低的 教會就是等於他 接計 問題是很明顯 凡人就不敢理解 所以教會的異變 變成了什麼家科 變成了上帝的代理人 上帝的代理人 後來就直接收錢 很明顯 爺語 打機會課金 因為是一個存在 舊屬的概念 同樣就是這件事 你都覺得欠了人 原罪也好 怎樣也好 唯一能夠赦免你就是上帝 等於像凡天那樣 但是他又不是跟著婆羅門 那種聲哩的概念 那赦免就赦免 不赦免就不赦免 很過癮 絕對的一件事 哪個解話 你只會有教會的解話 那你要知道 課金就能赦免到 沒錯 這個課金就能赦免到 95條 正如我打機 我可以不課金 只不過我會被人追上去 95條釘在教堂門口 其中很重要就是 你有什麼權力 你有什麼 把炮 是決定到 你一定能赦免到 但你要知道 那時候的社會 你要解放社會 你就更加明白多一點 因為中世紀 這一五幾年的時候 這個西歐社會 東歐也不用說 野蠻人耕錢佬 其實西歐社會 西歐社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開始因為有商業 有小手工業 於是有另一批人 開始有錢 富起來 不只是王族 只是富起來 還有一班叫做莊主 就是他自己 有一塊田 不只是一塊田 有很多 他僱用了很多人 這些人 有錢 有心理 就是 如果 我這樣 其實 內裡奸淫 邪道 什麼都敢做 十日談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開始商業 商業 就要奸商 奸商 一定會有 摩訊 這些 這樣的情況 怎樣可以保證自己 一陣升天堂 如果 在那個世界 很簡單 出來選特首 那時候沒有特首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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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 這些 變成 那些這樣的老友 就 受神棍所騙 神棍就說 有辦法 你這樣稱呼教會 不行 那些壞分子 等於 現在 警務署長說 不是每個警察人員都是壞的 有壞分子 不過 說數量 說比例 假定有 未必有 處長 嚴厲 要執行 要清除 這些 這就是媽媽媽媽媽的廢話 根本 因為特首說了 叫他們behave 所以就這樣說 他們一樣 即是不要 審審下 案 捉住證人 進去驗身 什麼都有 其中 有一個最重要 就是 你不要拿著棍子 那些人 其實我認為是在說這個 你再想清楚 原來當年 在說救贖的 不是在救贖人 或者 無產階級 那些勞動者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勞動者 第一 就不會知道有錢可以去救贖 根本是沒有錢 怎麼拿錢出來救贖自己呢 他現在沒有錢 給他一輩子 一輩子 都不能夠 他抹血都不行 什麼都不行 救贖 救鬼贖 那些是沒有救贖的 是 第二 你也沒有資格去說救贖 為什麼呢 因為 根本 教會 或者社會 是不承認你的 的罪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那些有錢 好像怕有罪 這幫人怕什麼罪 他整個在耕田 他整個在耕田 就算他搶東西 被人抓了 就打把 死了 救什麼鬼屬 還有他有去教會告解 我不明白 抓住個神父 在盒裡面告解 所以你們要知道 不是每個開放到 小人物平民 都可以去信教 是可以信教 但是不到你去參加一些儀式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嫌你臭 嫌你核白 是不喜歡你的 嫌你身份低 現在你看到那些教堂 中聖記教堂 多宏偉 多漂亮 玻璃多好 入去多乾淨 給你那幫滿腳牛屎的人 給你入去嗎 走過一堆泥 你以為可以進去嗎 你以為可以進去嗎 入不去 所以 所謂救贖者 全部是救贖的 那些有錢人 做莊園主 做奴隸主 或者 再做那種叫做 龜族 所以 敢於勒索到 那些人給水 你說做那個勒索者 會不會找個 紅鬼 換個牛屎人勒索 勒索 勒索都沒有 另外勒索就不是勒索錢 原因就是 救贖這個概念 就有一點 非常有用的東西 比洗腦厲害 記不記得 當年十字軍東征 其中開出一個很過癮的條件 就是如果你開副前線 為上帝之明去打仗的話 你就自然有救贖 即是你是用一個搞解話 即是說 有錢就拿你的錢很簡單 沒有錢就不拿你的命 沒錯 還有更加隱藏的前台詞 就是說 你有錢就可以買回命 前台詞一來 救贖這個概念落在爺教手上 就變成了一種很過癮的 所謂統治工具 基本上可以要脅你 要錢也可以 要你的命也可以 所以這種所謂救贖觀念 在爺教 即是中世紀 後來開明了另一件事 在那個年代 那個殺傷是很強的 你知道第一次解放十字軍東征 其實就不是東征 是一堆流民 現在我們叫那些流民 或者現在叫恐怖分子 總之那些是沒有讀過書 沒有田地 馬克思所說 這班人是無產者 他們三個都不可以穿 不要說武器 是借這個機會 拿軍響或者用來搏模 剝大霧 所以第一次的十字軍東征 是一個安裝屎 是一個很髒的東西 近乎鬧劇 近乎鬧劇 後來的十字軍東征 到黃帝大隊 師室王李七大隊 那時 就叫做有軍隊 就叫做有裝備 但是也有很多是 剛才說的 拉夫 平民百姓 但是另一種舊重出現 當時十字軍東征 就開了一條新財路 還有印象 為什麼後來 一後來就由貴族帶隊去 就是當他們發現原來 出動到流民 恐怖分子 襲擊中東的附屬地區之後 公城略地 原來有錢分 當然 分田分地 甚亡 跟毛澤東一樣 所以整個十字軍東征的過程 後來演化 變成了一條財路 很大的財路 很大的財路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種舊屬 又回到次官所說的 又回到貴族手上 他曾經佔領過耶路撒冷 建了三個不同的耶路撒冷的王朝 但是這些喊冷 開金庫 都是賺食的 都是賺食 到最後 你知道後來很噁心的 有兒童的小孩子 十字軍東征 很暴力的奪 略奪 其實如果我們看歷史 十字軍東征是八次 十字 十字 正式八次 其實有兩次 包括了 小孩子的小朋友 叫十字 叫十字 其實是一個安裝 安裝屍 是一個醜 醜 整個行為 都是利用了神聖的藉口 就是救贖的殺傷力這麼大 如果不是爺教 一早就不要說要洗 一早已經建立了這件事 人是有原罪 而唯一能夠卸臉的是上帝 問題是上帝 人中間夾了代理人要教會的話 他都說了 他都說了 他說怎樣 這件事跟佛教 起碼跟釋迦茅的中派 就很不同的玩法 這個又這樣說 道家都有赦罪的概念 原始宗教裡面 都有這樣的觀念 原始宗教 在民間宗教裡面 就覺得 如果你做了一些善事 或者捐了一些錢 或者你救過一些人 或者開過善堂 開過孤兒院 這些等等 你都可能熟熟到你的 要因公 公老公 就熟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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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公得那個公 公得那個公 但問題是 公得那個公 就要累積的 現在那些神棍 就用了一個方法 快快脆脆 就有功勞了 快脆脆是什麽呢 現在性交都可以轉運 真的好 就是你 很方便 不用付錢 原來 很方便 就是付錢 現在身邊就說 其實 你不是中世紀的 贖罪券 concept 來到現代 始觀逆勢 就是這件事 如果那個所謂贖罪的概念 以前的人 你可以說的文盲 下水平低 問題是現代世界 一樣見到這樣的情況 給錢贖罪 給人拿著贖罪贖罪 好死多東西 誰拿誰贖罪 你怎知道 真的 他得到夠贖罪 還不是贖罪 問題是 你發現現代的人 你說讀這麽多書 這麽開明 這麽進步才算 其實還有這個 所謂原始的落孕 在這裏 Because greed is greed 貪戀即是貪戀 問題是 這個所謂尋求贖罪 這種心理元素 是不是人類 自古以來 就有一個落孕 其實我覺得 instead of 所有文化都有 我覺得 與其講熟罪 是他想 get out of 他的mystery 這個反而 可能合理解釋很多 因為所有文化裏面都有 甚至現代文化都有 只不過是用了 不同的名稱 大陸法的行為是一樣 Exactly 按鈕的情況都是一樣 沒錯 我看過一個documentary 就說 找到 古埃及 他有一個 成長 成長 他考古 發覺裏面有很多草孫子 這些物體 Exactly 然後他拔出來 看裏面的奇形怪狀的 造型文字 解釋出來 就說 我隔壁村的八婆 怎樣怎樣怎樣 我會不會快點死 然後我老公 就去搞妹仔 那些 我又想她快點死 就是這樣 即是跟許元祖一樣 沒錯 你發覺 原來是四五千年前 自古以來 不分中外 都是這樣 沒錯 都是想誰死 想打小忍 鵝頸橋香火不住 即是你宣洩的途徑不同 是因而文化不同 地域不同 但其實訴求是一樣的 即是只不過將鵝頸橋搬了尼羅河 沒錯 還有許元祖就變了那部牆 尼羅河也照拍他 你發覺人 當他面對一些他覺得 即是困苦 Exactly Greater than themselves 他解釋不了 而且我盡我所能 我解決不了 I tried 即是說 為何我這麼黑仔呢 接著發覺 我又不是蠢 我不勤勁 我又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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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一個好人 很喜歡說那些東西 為什麼 當現在突然之間 有一個人走出來 告訴你 他知道原因 他有一個解決 給你 那你就會相信 那你就會相信 那都是贖罪 還是叫做 夠贖 還是叫做 改運 還是什麼都好 It doesn't matter 因為你最終的訴求 就是我要 在遊戲裡面 是你玩遊戲 跟遊戲玩你的 沒錯 這跟人的心理 心理有一個人性 叫做罪咎感 這個罪咎感 如果你正面說 這個叫做人的良知 很多人都沒有 但是有沒有良知 沒關係 但是他有一個罪咎感 即是說 他在清明的時候 他感覺到是錯的 譬如他殺了老爸 全世界沒有人知道 他殺了老爸 全世界無論什麼人 他是生番也好 運命也好 他都覺得有罪咎 有罪咎 不過罪咎大還是小 那意思 對 在我們的 譬如說中國來說 或者在野教來說 這個文化的圈掩 令你覺得原來 殺了老爸 殺了老母 是很大罪的 因為罪咎感很大 但是有些地方 可能罪咎感比較小 即使 游山折考 背著老母 上山 你看到 那個兒子都很不願意 他都是罪咎感 你還說丟掉老母 死了 那是哪個地方 游山折 游山折 在日本的游山折 這裏拍了電影 但問題是 為什麼他可以拍成電影呢 金磚昌平可以拍這部電影 因為他都覺得 這個風俗文化 都是不對 有罪咎感 兒子很不捨得老母 不捨得老母 其實是罪咎感 有罪咎感 問題就是 剛才你說的罪咎感 引致到救贖 他覺得 原來 有人告訴你 可以救贖 我覺得不是罪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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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我覺得是真的出於 他的貪念 就是說他不願意面對 他現在的現實 所以他尋求一切解決方法 去改變現實 那那個呢 就是 他為什麼滿意呢 就是因為他覺得 是有錯的 即是他的心頭 有是非有錯 我又覺得不是 我覺得你高估了些人 不是人呢 有是非於心的 我覺得他是純粹 就是說 我說的就是說 他不是因為罪咎而產生 我覺得是 他譬如覺得 我為什麼這麼窮 我為什麼這麼霉 我為什麼這麼黑仔 他不是覺得 我因為我能力低 我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問題 是他是說 現在我說的 就是他覺得 有對 與不對 這個分別 是 不對呢 就是罪咎 是 不對到最後 就是叫做罪 就是怎樣 解決什麼 不對呢 他就覺得 這個叫做罪有感 這件事 金磚昌平的手法 就很過癮 因為單是以這齣戲來計 他用另一個角度 去解釋 日本仔 那種社會文化現象 例如說 第一件事 其實你受到天然環境限制 你會窮 你會餓 你會死人 有必要你可能會犧牲人 這件事 其實日本的社會 將來是儀式化了 怎樣儀式化了 就是 你會發覺 在那套戲裡面 其實什麼時候送老母上山呢 他有些條件 要滿足的 就是等於 以前中國人說的 徵兆 有些條件事 或者是 他到年紀 所以他媽媽 希望兒子送那些 他自動 打瓣仔牙 就是等於他脫牙 假裝老 假裝老 原因就是 這件事 所謂的教條化之後 是令到他們減少了 像始官所說 減少了一個最悠感 減少了一個最悠感 就是說 其實那些難聽 是吃人的社會 總要有人死 要不然他不夠吃 在這種情況下 你選擇哪些人去犧牲呢 他就將這件事 所謂的制度化了 即是不會搞正直壯年 有生產力的 沒有錯的 問題就是 變成類似宗教 減少了個人的罪咎感 導演在說這個 游山哲考裏面 其實呢 他在兇訴 在罵 罵 罵這個 偽善的社會 偽善的社會 就用了這個 這個孝順的孝順 他一定要跟著這個 風俗習慣 背著老母子上山 在山上等他冷死 被鷹吃光 但是這裡也有 像剛才說的 舊屬的元素 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孝子 送了媽媽去墳場等死的時候 忽然之間下雪 下雪 兒子忽然很高興 大家不明白為什麼很高興 原來他跑上去跟他媽媽 不是救他下山 還反過來 還反過來 是安慰他媽媽 下雪 你會死得舒服點 死得快點 即是他心理上 心理上 忽然之間 他覺得是一種 解決 對於他來說 下雪 就是神給他的救贖 很過癮 所以一方面 他在批評日本的偽善 儀式化社會現象 都是吃人的社會 同時也反映了 像剛才說的 人類共有的事情 第一 當你面對一些 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 或者做了一些 你處理不到的後果的時候 你會有罪咎感 很自然的 即是你貓偷吃完之後 你怎麼面對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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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就是 他如何解脫 解除自己心理上的壓力 任何心理學家都會跟你說 就像做夢的分析一樣 人為了處理自己 如何面對自己 就要有很多心理智慧的招數 而心理智慧 其中一件事 就是將儀式化 外化了 脫離自己 因為神要我這樣做 神要我贖罪 所以我去犯罪 正如那些死者 就會聽到第二把聲 神叫他殺人 惡魔叫他殺人 這個就是 即是他不會屬於他的責任 不會的 屬罪與社博是同一回事 沒錯 這才是重點 其實社博就是屬罪 即是他想找一個理由去合理化他的行為 合理化他的悲哀 合理化他現在所經歷的一切 所以為何說 呂皇上反而佛陀那一套 似乎就合理很多 就是說 你自己解決他 麻煩你 你不是去尋求解決這件事 反而你自己放棄那些事 所以變成那個 所謂累積的暴力也好 其他產生的仇恨也好 反而佛陀那一套是最少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想解決了解釋了自己的 有些是非 他覺得是非的 有些是universal的非 那這些 他唯一一個方法 最好的就是 他想到一些東西出來 這些東西其實不是reason 但是可以解釋得到 他自己給一個解釋 這些就是熟字 就是救贖的熟字 更嚴重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很簡單 現在 我認識很多朋友 他說我以後都不吃牛肉 他說為何你不吃牛肉 你知道 我明白 他說因為牛肉 殺戚牛 牛是全身都有用的 牛是神聖的 這個有日本 有印度意味 印度宗教也有 所以 中國是義不食的 不能夠殺他 以後我都不吃他 不吃他的肉 即是表達我 我許了個怨 他沒有說他為何許了個怨 他一定不說 講會不靈 是吧 這樣就許了個怨 所以不吃 這個其實是什麼呢 在外國是夠熟 為什麼呢 他是做了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 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一個呢 我真是大把勞騷擾發 為什麼呢 你也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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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勞騷就是 其實你這個微不足道的 所謂的個人犧牲 How 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welfare of mankind 你明白嗎 你怎樣去補償 你明白嗎 就是 你明白嗎 佛教是講動機 是講起心動念 你的動機純粹是自私的 你的動機純粹是為了得到你個人所求 關於牛什麼事呢 請問 牛他有什麼能力可以協助你達到你的願望 很多時候我就是說 譬如我不開名 有個叫你什麼什麼的風水大師 你自己想想 連年都出一堆風水擺設那些 其實有沒有人看回風水的典故 最早的原本 原本 國學的藏經 你可不可以何時有說過 給你聽說 那一堆東西會幫到你 大佬 但好笑就是 我居然被人標籤作神棍 怎樣都可以幫到你 沒有辦法 那不吃牛肉 是不是一件補熟的稿呢 其實我真的沒有問 譬如我不吃牛肉的 在這聲明 我不吃牛肉的 那些人問我為什麼不吃牛肉 你是不是拜觀音那些我反眼 我的眼睛反到見到後腦的 然後你是不是去了什麼 原油是反到後腦的 喂 我不吃牛肉的原因很簡單 第一 公牛是幫我們耕田的 沒有牛肉就是餵我們人類的小寶寶 那我覺得他已經很努力 很慘 很有貢獻 我不應該再傷害他 這個是我個人的原因 我個人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要利用他 去幫我達成什麼 所以說你熟了罪 這個呢 只是有責任之心 只是有責任之心 不是熟不熟罪的問題 你說有些人呢 就說我吃長寨 因為我要去一個園 我要保佑我的小孩子 或者我老公 我老婆 平安 有病都治好 我也是覺得昂君之治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你取了一個園 和你做的那個 所謂補償 是沒有關係的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是不是你做了這個之後 你可以補償呢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你覺的心安理局 是一個咬傳 是剋蛇的 可能是你自己告訴自己 又可能是別人告訴你 沒有根沒有據 沒有根沒有據 這個不好處多於好處 那裏面有很多的假設 我想說這個 假設就是 你假設你現在做的 食牆齋 它的因 構成果 能夠即時兌現到 你明白嗎 但是沒有人跟你說過 這個即時兌現的 沒有的 你明白嗎 還有你現在 講了佛教概念 你現在經歷的事情 它已經是成了一個果 即是它已經是形成過程 即是寶寶出生 在產度那裏 你不可以 Undo the damage 你說它還在指甲裏面 你都可以下了它 即是這樣說 我絕對不是 公開這件事 即是寶寶未出生 你都還可以墮胎 但寶寶已經在 在產度上 你不能Undo 你明白嗎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 我現在已經很黑了 我很混蛋了 我很慘了 我現在都很黑了 很不行了 你現在去食牆齋 你認為這個力量 能夠令嬰兒 在產度上 不行的 然後還未曾有 這個根本不合邏輯 不合道理 但還有一個更大問題 就是因為你認為這樣做 去表揚這件事 這樣一表揚的時候 其實這個功德 完全就已經 沒有了 因為所有的功德 是陰德 你不要告訴別人 即消費了 你不要告訴別人 我因為 我的兒子 我想我的兒子 或者我的女兒 安享他的生活 將來做事出來 穩穩陣陣 找到一份好功 因此我食牆齋 他是這樣說的 其實呢 你這樣有這個目的 食牆齋 你食牆齋已經沒有功力了 那就是自私 沒有了 爺鬆都踢爆那些東西 如果你有看新約 記不記得 高階那些人 即是你花城的時候 就是齋戒的時候 你不要假裝到 鬼死可憐 餓到 頭皮皮頭散發 原來就是 知道你齋戒那個 叫上帝 假如你跟回爺教那個概念 他才有權射臉你 你給人看 有什麼意思 你已經消費了 給人看 所以你見不見我呢 我會帶到一群佛珠 一邊拿著一邊唸 然後拿著鑽經 不用了 等於你帶到五光十色 就是一場租 是在炫耀著你的財富 是 不過你現在在炫耀著 消費著 是 在炫耀著 消費著你這個 磁場的心 或者你餵子女的心 其實這件事 一樣是噁心 一樣是不對的 不是等於你 我想說 我不是反對你去吃齋 或者你去放生 不是 你做這些絕對是好的 但如果你認為你做這些事 是為了解決你現時的困局 那你就錯了 你是愚蠢的 你是沒辦法解決 還可能惹上一個更大的錯誤 我有個個案 你知道我老本航是看風水的 我有個客人 他媽媽 即是他們三子弟 兩個弟弟都是假的 那個爸媽就周圍騙房 白龍王 哪個周圍都去了 就求兩個兒子直回 亂以變直 亂變直 他很常遞 然後 當然沒有發生 你明白嗎 尋訪得全世界所有的高手 可能蒸多個亂 然後 都不成功 那他們兩個就脫掉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騙人的 全部都是什麼的 但是 你為什麼會覺得 人家有能力 先回覆你兩個兒子的性經向 是的 你明白嗎 第一次你不理解 對嗎 你性經向是天生的 對嗎 很多東西 在救贖的贖罪裏 是贖不到的 你殺了一個人 我現在說 我食一世長寨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罪惡感 全部射出來 是不行的 最討厭人的就是什麼 就是那些人 他自己騙了 做壞了 做錯了 跟著 他千方百計 這樣 在那裡演戲 你知道嗎 就是 展示的 remorse 然後哭到 呼天搶地 就是孝子那些 喂 你壞了 你自己回去哭 你不要在街上展示 你明白嗎 我們沒有責任 要幫你 去減輕你的內疚感 你是應該要內疚的 你是應該 終生 被你的內疚感 有些人是不會有內疚的概念的 他還消費 沒錯 即使現在 現代的文明社會 你去坐牢 坐回十年 是不是可以抵消了你的貪念 或者犯了強姦 非禮 那些壞的罪 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最後來 如果你信上帝 就上帝 審判 不是因為你坐完牢 他不審判你 在佛教來說 你的業仍然存在 你不要以為我坐了十年牢 就沒有 業都沒有 一直在那裡 做了就有了 做了就有了 不是做了笨 是啊 沒錯 也不是因為你捐了全副身家出來 我救濟了這麼多人 這個和這個 那個 那個 這個很值得 我們時間要 wrap up 這個很值得說 就是說佛教沒有對沖 沒有對沖 沒有的 你不要以為 你做了很多壞事 你現在去建廟 或者你做了什麼 是兩個account 兩個account 兩個account 這個和這個 那個 這個和法律一樣 沒有說 將公補過 沒有的 沒有的 仍然要吃回這個結果 那個因 你也可以受回那個因 你燒幾顆公民衣紙 都沒有關係 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做了就做了 你吃了 你吃 man up 硬吃 OK 時間差不多 我們做第二個節目 拜拜 拜拜 拜拜